不過這個我們講到這個中國攻打臺灣 這個真的有可能嗎 因為現在已經在溺水掙扎的是中國的經濟 不過最有趣的是 經濟學人爆了一個大料 說習近平的白日夢 已經做到什麼程度了 他的白日夢已經做到 校想在臺灣辦勝利大遊行什麼狀況 經濟學人有時候 他在特殊的議題上面去發一個議題出來 有時候他是在做反效果 真的有可能在臺灣辦嗎 直接先跟各位說 不可能 當然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的經濟現在真的炸了鍋 我們先把最近的狀況 先來跟各位說 全世界現在經濟學家 最不懂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是什麼嗎 是什麼 是中國幹嘛 揮拳打自己 他從二月份上 從第二季上海封城開始 一直到今年的第三季 各位你們知道 中國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是多少嗎 零點四趴 才零點四趴 而且零點四趴 我們有跟各位算過 零點四趴 沒有去算人民幣的下跌十趴 還沒加進去 因為這波亞洲的貨幣是不是全部都在跌 對 那現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全中國十四億人 為什麼要聽一個判斷 常常錯誤的習近平 他的政策決定呢 對 所以二十大前露氣的情況之下 在習近平的折磨之下 現在中國下墜的速度 讓全世界吃驚 為什麼是吃驚呢 中國他們最近有個新的經濟學家 他叫洪浩 洪浩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跟各位說 中國的消費狀況很差 那時候洪浩直接推出一個 模型出來說 中國的經濟可能連保二都有問題 你知道他講實話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事 被開除 被開除 他被開除完之後 後來他就離開了 到香港另外一家公司去上班 但是他目前已經說了 現在未來的中國 大概時間都是保二而已 那保二可能很多人會說 保二還不錯啊 我把中國的頂點 來跟各位說做說明 中國的經濟頂峰 是在二零零七年跟二零零八年 尤其你知道 那時候的經濟成長率多少嗎 多少 十五趴 十五趴 那個時候就是中國可以拍板 跟全世界說 我們要做一帶一路 我們要二零二五中國製造 那時候是中國最神器的時候 但是現在彭博社 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 為什麼呢 GDP過五 現在已經不可能了 絕對不可能了 那為什麼不可能呢 因為中國的經濟 這一波真的傷心動骨 我們來談什麼叫傷心動骨 全世界的經濟體 只有中國有一個特殊的現象 你知道叫什麼嗎 什麼現象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 什麼叫共同富裕 你有錢了 政府沒錢 你的錢要交給政府 這個叫共同富裕 第二個過去中國的財政 因為他們放由整個地方 政府自給自足 政府自給自足 政府能夠幹嘛 對 他只能賣土地對不對 那過去房子便宜嘛 蒸蒸日上 大家都有錢 所以那個泡沫就越拱越大 越拱越大 那拱到現在呢 很多人現在百思不得其解 現在中國是什麼呢 現在中國是什麼 兵役館 之前我們跟各位說過嘛 先BOT 先賣給人家 後面的錢再收回來嘛 然後呢 交通警察 交通警察說沒關係 你先加兩百塊人民幣 未來的這個月的罰單 通通都不算 還有這樣的 什麼事情 光怪陸禮的事情都有 但是現在對中國來說 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中國地方政府狂發消費券 但是零售業 大家連動都不敢動 你知道為什麼連動都不敢動嗎 為什麼 怕到了 嚇到了 今年第二季 第一個疫情關怕了 然後再來去年的共同富裕 打打打打怕了 但現在其實真正傷到中國經濟 最基礎的兩個問題 什麼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房地產 你一輩子當中 最重要的整個經濟根據是什麼 是你的房地產 對不對 但是你的房地產 一來你可能繳了錢 你沒有房子住 變成爛尾樓 第二個是你買了房地產 結果這個房地產現在在跌價 根據過去香港的經驗 這個叫負資產 正負的負 負資產 為什麼呢 你錢是貸款的 房子是銀行的 但錢跌價 然後再來呢 根本的一個問題是在於 其實公務人員 減薪也是一個大問題 都是大問題 那因為我財政資源不夠 我知道找中務人員來減薪 那減薪完之後 我的房子也跌價了 然後我的整個收入也都不夠了 我問各位誰敢消費 連消費都不敢消費 但是這個是之前的問題 現在有新的問題 還有新的問題 現在跟各位談最新的一個問題 中國過去的經濟支柱 有兩大支柱 分成國內跟國外兩支 第一個國內的部分是李克強 我們一直跟各位談 李克強是清華大學正本科 而且他是全國狀元 然後呢 無論如何 就算李克強跟習近平再不合 李克強是團派目前當中的資助人物 在國外的部分的話是劉鶴 劉鶴各位不要看劉鶴 鼻子紅紅的 劉鶴是哈佛的 劉鶴是哈佛的 但現在呢 大家一直在擔心一件事情 中國過去兩大經濟撒謊 現在時間點到了都要退對不對 未來的經濟撒謊會換新的一個人 這個新的一個人叫何立峰 這個何立峰 你知道他一輩子最大的戰績是什麼嗎 是什麼 你不要跌倒 何立峰一輩子最大的戰績是 他曾經陪習近平去結婚 這是什麼 他曾經陪習近平去結婚 習近平一輩子結兩次婚 第一次結婚的時候 來來來各位聽我說清楚 因為我聽錯了 習近平第一次結婚的時候跟一個外交官的女兒結婚 但是後來這份婚姻沒有維持得很久 後來他跟彭麗媛結婚的時候 極其低調 大家對於何立峰 這三個字就是 當初習近平在結婚的時候 沒有幾個客人 何立峰在這裡面 所以他跟習近平是哥們 他跟習近平是哥們 跟經濟撒謊差很多 重點是在於跟鄭苗紅 對不對 問題來了 後面說他有沒有博士學位呢 有跟習近平一樣專班學歷 專班學歷 所以現在對大家最擔心的事情就是 過去我們有的是清華 全國的狀元 我們有的是哈佛所派出去的 不管是資美派也好 至少你在溝通的管道上面是有的 未來的新的政治局 目前來看 從裡面 從蔡奇 從陳明爾 從何立峰 沿路看過來 這些跟鄭苗紅 通通都是跟習近平穿同一條褲子長大的 陪他去結婚 就可以當經濟撒謊 因為 嚇到爆 然後更誇張的一件事情是 各位你們曉得嗎 現在大家更不懂的是 何立峰的年紀比李克強還要大 比李克強還要大 所以根據標準的七上八下來說的話 這個完全都已經沒有任何手折 可以言了 但就如同經濟學人所說的 為什麼這個地方 習近平會想這麼多呢 因為習近平他講了太多事情 讓大家覺得不含何立 他說二零二七年要幹嘛 要能夠武力攻打臺灣 這是這件事情 然後自臺計畫當中要做什麼 他要在臺北辦整個勝利大遊行 在臺北市辦勝利大遊行 但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是這次看完了俄羅斯的勝利大遊行之後 再看看俄羅斯的一個狀況 我認為他這個狀況 他會消滅下去 為什麼會消滅下去 我們這次用劉泰英的觀點來說 劉泰英他這個利潤觀點 是中國李克強所推出來的利潤觀點 李克強的利潤觀點是什麼 他們說中國十四億人口當中 有兩億人口的收入 不到五百塊人民幣 不到五百塊人民幣 有四億人口的收入 不到一千塊人民幣 有九億人口 就是我們現在抓 抓的是人口平均線 最下面的是兩億 然後往上再堆四億 就到六億這個地方的話 是一千 所以一千以下是一千塊人民幣 連收入都沒有 全國有大概九億人的收入 是三千塊人民幣都不到 這麼窮的國家 然後房地產也沒有錢 然後目前就整個老年人 加上所謂的一個 沒有小孩的一個問題 怎麼打仗 所以他認為中共十年內 不會攻打臺灣 但就我個人的一個觀點是 不要逼虎跳牆 為什麼呢 中共逼打臺灣的一個原因 從來都不是經濟問題 是哪一天是面子的問題 哪一天是民族的問題 哪一天是出口轉內銷的問題 而我們不得不說一件事情是 中國現在的海軍的實力 空軍的實力 有時候你看到他的數量 強大到連美國都會嚇一跳 好 我們最後總結 總結在這邊 英國的通訊主任 這個叫佛萊明 他就說了 中國他現在的中國 情報當中 包括了數位貨幣 包括了北斗衛星 這個我簡單的來 跟各位做一下說明 之前中國 他們就希望能夠去 建入所謂的油圓管道 中國他們目前進口前兩大產品 第一大產品叫晶片 第二大產品叫原油 原油當中的話 他們有兩大進口國 一個叫伊朗 一個叫沙烏地阿拉伯 他曾經有一次偷偷摸摸的 就跟這兩個國家說 不要用美元 用人民幣 然後用人民幣 我們給你折價 以後你來中國買東西 我們通通給你打折 那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中國 他身為世界工廠 所以那時候他說話大聲 但現在美國 他突然間發現一件事情 中國直接賣了七大位 過去他是世界工廠 他的人民幣 擁有的美國債券部位 全世界最大 然後那時候所有的什麼 蘋果的電腦 通通都在裡面 根據星期三下午最新的一個狀況 現在連蘋果電腦都找到出海口了 你知道在哪邊嗎 在哪兒啊 泰國 在泰國 所以現在各國陸陸續續 中國過去很大 所以全世界都去那邊找中國當中國工廠 現在大家都在走 晶片在走 科技在走 手機 手機現在走到了越南 走到印度 現在連電腦都要走 電腦有可能最新的產地 根據台商最新的一個報告是 如果泰國連汽車都能夠做 做電腦 又有什麼不可以呢